新来的央视一姐,战胜了董卿、李红。 年仅二十多岁,美得向仙,每年大家都有看过春晚吧? 而春晚的主持人,比较出名的就是央视一姐的董卿、李红。 他们主持了多年,经验丰富,口才得到了观众们的认可, 并且做事细心和人长得非常漂亮。 董卿是大家最熟悉的一个主持人,他在央视待了很多年, 但是由于年纪大了,现在也很少主持春晚节目了。 除了他之外,就是大家熟悉的李红了。 李红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主持人,在大场面之下,不差董卿多少。 不过除了李红之外,现在新来的央视一姐,战胜了董卿、李红。 他年龄虽然只有二十多岁,但是美得像仙女。 除了外貌上的美之外,他的主持能力也非常厉害。 在校期间,就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。 马凡叔虽然年纪小,但是能力不能小瞧。 要不是看完他主持后,大家都不敢相信,对此,你怎么看待呢?